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 从代产到宝宝三个月 你所需要买的所有东西的购物清单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整理 我会把链接还有详细需要买的东西 全都贴在这个description里面 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亲生用过的 也是推荐给大家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帮助 准妈妈们或者准爸爸们 减少一些research的时间 会从以下几方面来讲 首先是妈妈哺乳类的 然后是宝宝服装类的 然后是吃的 还有就是尿片及清洁类的 当然还有柱和型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来讲一下 你需要买的宝宝的衣服的种类 那么我手边有这几件衣服 像这个就是连体衣 短袖的连体衣 然后像这种的连体衣 就是是 它有两种 一种是脸包脚的 一种是不包脚的 然后这个叫sleep and play 就是美国人比较崇尚的那种 相当于是睡衣 因为在这边为了防止 Sun and infant death那个东西 所以就是很多 阿姨你会看到很多文章上说 睡觉的时候不能给宝宝 盖任何的毯子之类的东西 因为怕他可能窒息或什么的 所以一般美国人就推荐 就是根据季节不同 可能先穿一件1Z 然后呢再穿一件sleep and play 然后再根据需求 可能穿一件睡袋 然后说到睡袋的话 推荐这个牌子叫hello 它封冬天款的这种绵绵的质感的衣 绵绵的无袖的 然后还有夏天款的 比较薄一点的 就是单层的 然后宝宝这个哈 蛮喜欢穿的 你可能还需要买一个这样子的裤子 搭配1Z一起穿 讲到size的话 推荐大家不要买newborn 如果你非要买的话 买一件就可以 我觉得因为这newborn真的是 大概穿个一两天 一个礼拜也许就穿不下了那种 可以直接买three months 或者是再往大了买都可以 不然真的会很浪费 而且有的时候 你朋友还会送给你一些 然后呢分享给大家这张表格 我也会贴在下面 就是关于在多少多少度的时候 你大概给孩子穿怎样的衣服 这是主要的几大类 当然还有袜子 你也是需要买的 帽子 说到帽子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叫speech and story 如果你比如说怀孕的时候 你很无聊 你想自己织一个帽子 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 它里面的设计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然后我就在运气 就是织了一顶帽子 它不费时间 还蛮简单的 根据它的instruction 你可以很快地织出来 当然如果你没时间 或者是不感兴趣的话 医院里的那个帽子 你就可以顺一顶回家 然后戴一戴就可以了 说到这个帽子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被二一训事的一个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 在你生完宝宝之后 你需要去RE那里 office visit 他主要帮你测一些身高体重 或者看看黄胆 然后我们宝宝第一次去的话 我就是顺口问了你去 因为我发现宝宝的脸 还有眼睛都比较黄 我就问医生 他的黄胆是什么情况 然后那个医生 就给我们order一个lab test 然后我们就跑了一院 又去测了一次 然后测完之后 他需要review 所以又要进行下一次office visit 我们那次测的时候 医生说体重已经下降了15% 从比出生的时候开始 这其实是已经降了挺多的 然后那个医生就非常严肃的 拿出纸盒笔告诉我们 你要你要怎么怎么喂 你要保证他能够摄取足够的量 然后让他有一个好的weight gain 然后他专门提到 你要给他戴帽子 因为这样他可以减少为了保暖 而需要额外输出的一些calorie 然后反正我们被医生训事了一通 他又让我们过个两三天 再回来重新看一遍 回去之后呢 我们就完全按照医生说的 然后给宝宝戴好帽子啊什么的 因为之前就是医生不是说 你要skin to skin嘛 然后我们基本上大概在两三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挺冷的 要开暖气的情况下 就几乎给宝宝总是裸着 然后就是skin to skin嘛 那段时间我们就给他 就开始给他穿上 然后戴帽子 过了两三天我们回去测了之后 护士让我们换了三个秤 秤了三遍 阿姨跟我们说 你这个宝宝在三天之内涨了一棒 这是我从一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因为一般来说一天涨一盎司 一棒有12盎司 大家想象一下 所以他说很大的概率 那次是错错了 就很无语 也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 开心的话是觉得宝宝没有问题 体重长得挺好 但是难过的话就是你知道 额外的三次office visit 大概要多刷掉好几百刀 Anyway就是这些 所以衣服来的我就讲到这里 重要的是说三遍 Newborn 少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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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费钱 配饰类的话 可以买一个遮阳帽 还有一个太阳镜 这个是出门的时候是蛮有用的 首先它可以遮阳 其实它可以凹造型 然后推荐一个网站 它叫Carters 这个网站的话 是可以买宝宝的衣服 我觉得非常经济实惠 有的时候一个三件套 比如说一个onez 一个裤子加上一个长袖的onez的话 可能只要六七块钱 非常的便宜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清洁类的 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尿布 尿布这个不用多说 比较出名的牌子 一个是邦宝石 Pumpers 还有一个是Hoggy 这两个牌子 反正你看哪个便宜买哪个 我觉得用起来是差不多 它们有很多的类别 但是我感觉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值得说的是一个 你需要怎样来囤 到底囤多少尿布 这个我会再用单独一个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尿布说完了之后呢 是Baby wipes 就是湿纸巾 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买了很多 但是Carters 我们用的不多 为什么呢 满月的宝宝的话 它因为它肠道系统还是什么 没有完全发育好 所以它几乎每一次尿 放个屁就会带屎出来 所以几乎每次换尿布 它都是有一些屎的 那个你拿那个wipes擦的话 你可能要废掉半包 你才能擦干净 如果它屎多的话 所以一般来说 都是直接带宝宝去水龙头上洗 然后你洗完之后 你就拿干的毛巾 或者干的纸这样擦干净嘛 像有的人说 Baby wipes可以洗脸什么的 但是我们也是直接用一个 专门的小毛巾给宝宝洗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也环保 所以这个baby wipes 用处最多的可能就是 你外出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情况在疫情期间 几乎宝宝都不出门 我们用baby wipes一袋都用不掉 我们还买了两箱还是什么的 竟然就堆在车库里 所以我建议大家安需买 你可以先背个一包 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的话是隔尿垫 隔尿垫的话就是 你铺在那个床单上 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你在换尿布的时候 你的宝宝就可能会 尿一波或者是拉一波 所以这个隔尿垫 可以大大的减少 你洗床单的次数 你也不用买太多 因为你到最后会有一些经验 像比如说 你能够看出来宝宝 大概是什么时候 什么表情就要尿了 或者是拉了 你等到他尿完 拉完再去换尿布 比如说我的宝宝的话 他尿的时候就会有个 特定的表情和动作 然后我再一摸那个尿布 它是热的 我就知道他已经尿过了 所以我就可以安心的换 所以这个隔尿垫的话 你可以背个一两包就够了 然后的话就是红PP药膏 这个是需要的 这个药膏的话 主要就是你看到 如果宝宝有diaper rash 主要就是因为它你可能尿了之后 或者是拉了 尤其是拉了之后 你没有及时清理干净的话 它有可能那个 PP上会有红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涂一些这个药膏 这个药膏还挺管用的 涂个一两次基本上就好了 但你注意一定要等 屁股完全干了之后再涂 这个药膏用不了多少 我们那个一小只 就是这么小的一小时 大概4楼Z 用到现在4个月了还没有用完 下面这个东西呢 是防红PP的膏 这个的话就是预防的 没有药的成分 你可以每一次洗完澡 等到皮肤完全干燥之后 在屁股上涂一些 不光是屁股 还有可能比如说 有的时候宝宝长的肉很多 这个大腿勾那边 还有有的时候脖子这边 就是容易红的地方 你就可以涂这个东西 当时是月嫂阿姨推荐给我们的 我们觉得还不错 然后的话就是宝宝澡盆 我们买的是这一款 当时也是看了半天 感觉都差不多 这个的话样子 我个人比较喜欢 但结果我没有看清它的size 穿效它比较大 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洗到宝宝很大的时候 坏处呢就是你在它很小的时候 你就需要放很多水才能把它泡在里面 可能也比较占地方 这个东西呢你要配合这个海绵一起用 这个海绵就铺在上面 然后宝宝躺在上面就比较舒服 我觉得这个海绵还蛮有用的 除了可以洗澡 还可以就是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带它去洗屁屁 你就先把它就是躺在上面 instead of躺在一个很冰冷的那个台面上 你铺在铺那个东西 宝宝会比较舒服 而且等到宝宝大一点 你单手抱不动的时候 你把它放在上面也是挺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海绵我推荐你买 至于这个澡盆的话 如果你嫌它太大 你可以完全买市面上其他的一些 别的类型的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摇水勺 也是相关的 就是你可以 当然你不买也可以拿个杯子 就是往baby身上泼水那种 然后的话就是洗衣机清洁 大家都知道洗baby的衣服 需要格外小心一点 所以在baby出生之后 如果能够把家里的洗衣机 彻底的清洁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接下来相关的就是baby专用的 Longery Detergent 然后的话就是包布 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我们家里有好多这个包布 五颜六色不同种类的 首先在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它可以用来做swaddle 就是你把宝宝整个这样包起来 像一个粽子一样 你在头一个月 你是需要把宝宝包起来 那叫它才会安心的 我们还用它来作为洗澡之后的包巾 对宝宝洗完澡之后 把它一包起来 它的大小也真合适 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做tummy time的时候 我们把它铺在地上 也是一个用途 就是有一个牌子 我把link放在下面 我觉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 它们家有非常多种类的图案 每一个真的都好好看 我都好想买 它有很多的steam 我还看到一些迪士尼的 就是当时真的挑花了眼 真的很想都买下来 下面呢就来讲一下吃 那说到吃的话就是奶粉 还有母乳 还有水奶 这三样 你在生之前肯定不知道自己的母乳 是多是少 像我以为自己母乳会很多 因为我妈妈当时就奶水很多 我就是奶水一直不是那么特别多 到现在为止也是混合味一样 大概8-90%是母乳 剩余的15% 我是加了水奶 还有奶粉都试过 像市面上的奶粉的话 在这边就是两种 两大种 一个是Similex 还有一个是Infamil 我们喝的是Infamil 我其实当时没有做太多的比较 主要就是看到说Infamil 是最接近母乳的一个牌子 然后它里面添加了一些母乳中含的 什么对宝宝大脑好的DHA这个东西 它们具体什么差别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然后说到水奶和奶粉 当时带我们宝宝的月嫂阿姨就说 她见过很多妈妈 为了身材或者是等等原因 就是选择不为母乳 直接喝水奶 因为他们觉得水奶 甚至有的时候比母乳都好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水奶 水奶有个缺点 我很不喜欢就是它 你打开之后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喝完 不然就会坏掉 或者是你放到冰箱 也要在24小时 还是48小时内 把它全部都喝掉 这个比较麻烦的就是 你满月的宝宝 喝不了多少奶 你一开始买小罐 它可能也喝不掉 后来买大罐的 总之它的总的含量 不能正好是 杯里一次喝的量 所以你要么就要是 放在冰箱里 然后把它拿出来再温 再温的这个过程 也是很麻烦 有的时候杯里急了 像我的杯里 一饿起来就很暴躁 它大哭就哭 你还要等个三四分钟 去温奶 这个就很麻烦 奶粉的话就很简单 都不用费水来冲 直接常温的水 晃一晃 放在奶瓶里面 然后搓一搓晃一晃 就可以直接喝了 然后现在市面上 还有一种是什么奶粉机 它可以直接 比如说你要60毫升 30毫升 你一点一个键就像咖啡机 然后它就出来 很温的一个奶 我觉得这个就超级方便 所以如果我下一次选择的话 我可能直接就喝奶粉了 买一个奶粉机 因为现在已经 水奶已经疼了不少了 所以就继续喝下去吧 然后讲到水奶的话 就是你还需要一个小冰箱 如果你奶很多的话 你可能就不需要买小冰箱 因为小冰箱 解决不了你什么问题 我听一个朋友说 他专门为了存奶 买了一个冰箱 我是不知道羡慕好呢 还是得意好呢 因为像我这种 基本上就是挤完喝完 存不了什么奶 最多就是上午挤完的奶 要到下午后就放一个冰箱 所以我当时为了节省时间 我用楼上楼下的袍 就买了一个小冰箱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然后的话就是奶瓶了 我们家用过这三种奶瓶 首先呢 是Dr.Bronze的这种 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管子 据说是防瘴器的 这个是大的 小的话是120毫升 大的是250毫升的 然后还有一个牌子呢 是Philips的 这个是比较矮胖一点的 这种的话是125毫升的 然后我的实话是Commel Tommel 说一下我对这三个奶瓶的喜好 我最喜欢的奶瓶呢 其实还是这个 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买的 这是我们Baby Welcome Box里面送的 这个是Philips Everett的奶瓶 这个奶瓶为什么我喜欢呢 首先是它比较好拿 拿起来我觉得非常顺手 它有一个凹槽的东西 然后它非常好清洗 你手顺利去洗就行了 你都不用那种刷子去刷 像这种窄的 你需要拿一个专门的奶瓶刷去刷 然后这个Newborn的奶头 跟这个比的话 这个流速更快一点 而且这个更接近 真的就是妈妈的乳头 反正我家宝宝西下 我感觉它西这个更爽一点 至于这个Commel Tommel 为什么我不喜欢呢 就是你看它是乳胶质感的 它是比较软 首先的话就是它的刻度非常不明显 你很费心要去看 宝宝喝多少奶每天是要记录的 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需要照个手电筒去看这个 豪生刻度的话 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不喜欢它的原因就是 我们家宝宝刚经历过夜奶期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夜奶期大概就是一个阶段 我有专门一个视频你可以去点着看 不过大概意思就是宝宝那段时间会非常抗拒喝奶 像我的宝宝的话 他就会手这样蹬啊 手这样踹 比如说你这样位置 他这样一踹一挤 然后这个奶就浪费掉了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它 然后它的流速也比较快 买它的原因是 我觉得它颜值真的很高 你大概就从这两个来买 你可以都试一下 因为这个是防瘴气的 至于它真的防不防 我不知道 因为我家宝宝确实 一个月有瘴气的问题 这个喝的多也不觉得好像有什么用 而且问了阿姨 很多宝宝都会最初有这个问题 多多少少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肠道还没有发育好嘛 所以它具体有多少用 真的不好说 而且这个的话 它parts太多了 你这个拿下来 然后里面的东西 你封开消毒什么的 就很麻烦 所以我推荐这个 当然你喝完奶 你需要洗和消毒 奶瓶的消毒器和红干机 是必不可少的 推荐大家买带红干功能的 推荐这一款 我用的这一款 我觉得很不错 然后的话就是 你需要买拍隔精和口水精 这两样东西 真的很重要 拍隔精不明思义就是 你宝宝喂完之后 你要拍拍拍拍 把它隔拍出来 尤其是对于胀气的宝宝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 把它拍出来 否则它会很难受 像我宝宝一开始 前半夜还行 后半夜就开始 哼哼唧唧 特别的严重 你就不要想睡觉了 像这个拍隔精 它这一面是滑的 宝宝靠在上面 这面是稍微有点 就是摩擦力的那种 你放在这个肩膀上 它不会滑下去 这也是在Cartus上可以买 然后这个的话是 咳水精 就是记在这里 像这种纱布精 我觉得也是推荐买的 一个是你可以这样擦 然后这个用处很多了 擦口水啊洗脸啊什么的 等宝宝大概 从三个月开始吧 就是它开始涂泡泡 口水流的不要太多啊 就是整天 是我衣服上几乎都是湿的 这个东西很有用 这三个东西 反正一定是要买的 Cartus上都有买 都很便宜 如果你有家人 从国内过来 当然也可以从淘宝上买 下面呢 就来讲讲型和住 首先一个你在出院的时候 就要用到的就是 汽车座椅 我们呢是买的 NUNA的这一块 没什么印象 觉得挺好用的 当时没有想太多 就觉得这个牌子还挺红的 比较信任就买了 好像是感恩节的时候囤的 推车也是这一款 然后的话就是婴儿床 大家不用太着急 买那种很大的婴儿床 我们买的是这个 可以折叠的 这个比较小 比较轻便 然后它可以折叠 可以拖来拖去 我也是在Amazon上 看了很多 对比了之后买的这一款 还有的一些的话 就是旁边有个东西 可以压下来 你可以放在你的大床旁边 随时可以伸手 去碰到宝宝的那种 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到 就是评价 完全让我放心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性价比好像比较高的这一款 我觉得也是够用的 我们大概现在睡到三个月 睡到四个月吧 像大的那个床 因为它很大 你把baby放进去之后 你每天晚上 你要从床上爬起来 去看它 这个不太现实 我们买太早 这个床放在这里 四个月了 几乎没怎么用 我妈当时还因为我早生了之后 床还没装好 我生了当天晚上 她回来 自己一个人把它装起来 据说是弯在那里 弯太久 还装到吐了 然后就觉得非常不值得 所以这个大床 大家不用太着急买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的话 而且像我们宝宝 现在会翻身了 你把它放在那个小床上 它翻不过去 它半夜就会吞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它放在地毯上 铺个东西 然后它直接在地毯上 随便翻上它 有的时候也是放在 大床上跟我们一起睡 虽然你看很多文章会说 你要为宝宝做sleep training 让他自己睡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真的到现实情况做不到 首先你不会放心 把宝宝一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其次的话 你也不会 就算他睡在一个小床上 跟你同一个房间 你也不可能说不去看他 还不如有一个小床 放在床边上 这样比较合适 所以推荐买这种比较轻便的 可以折叠的 这样以后不用了 收纳起来 还比较方便 行为住的话 大概就这几样吧 其他类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宝宝的摄像头 我们家用的是 Nanit这款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用起来也非常开心 他可以检测 这个房间里的温度和湿度 然后他还送一年的 每次motion detect 或者是sound detect 有动静的时候 他会把那一段视频 给你录下来 然后你可以看 我们为什么觉得 这个很有用呢 是因为我们当时请了月嫂 还有阿姨来照顾宝宝 半夜是阿姨来看宝宝 他刚来的时候 作为一个陌生人你肯定会不放心 首先这个东西你可以半夜看它 然后第二天早晨 你看到有一些notification 比如说motion detect sound detect 你就可以看到 阿宝宝半夜哭了几次阿 宝宝喝了几次阿 什么之类的 这个还是蛮有用的 这款还有一些 其他的比较高级的功能 比如说穿一个 他们的那个睡袋 可以检测到宝宝的呼吸 可以看宝宝几点睡着什么的 不过这个我们就没有再用 因为那个睡袋 就宝宝不是那么特别爱穿 也就一件 你还得额外配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配它 基本的功能用的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摄像头还是需要的吧 不管你是不是请人来带 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你想时刻关注到它的动向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给宝宝按脚印的东西 这个可以作为纪念课买课不买 大家的选择嘛 然后的话是温度计 温度计我们用的不多 其实宝宝出生之后的话 除非是打疫苗可能会发烧 几乎是不太会有什么 发烧的这个状况出现的 我们用过一次 它这个是Rectal Thermometer 就是测肛蒙的温度的 因为听说肛蒙温度是最准的嘛 你就把它试到那个肛蒙里面 然后大概过个两三秒 它就会弹一个温度出来 背一个吧 以便不时之需 但是用的很少 然后的话就是棉签 或者是给宝宝吸鼻式的这个东西 我们买了给宝宝专门吸鼻式的 但是发现没有棉签好用 这个东西你需要吸这个管子 你要把它吸出来 而且它这个头比较粗 有的时候总之不是那么特别好用 棉签的话就很方便 就这样一卷它就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这个东西试一下 指甲钱的话也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一样的话就是Bonser 这款Bonser还挺好的 它会就是宝宝踩在那个上面 它就会发出声音 它是比较有互动的 这个东西我们做到三个月就做不下了 如果你觉得比较浪费的话 可以直接买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是一直可以做到两三岁的 不过缺点就是它没有音乐 下面推荐这种小夜灯 它的灯光不是很刺眼 不会影响到睡眠 同时呢它的灯也足够亮 可以让你时刻关注到宝宝的动向 它是USB充电的 用起来非常方便 好了宝宝东西大概就是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妈妈哺乳类的动向 首先呢是加热乳垫 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你一开始 哺乳的时候有独奈的现象 它可以帮助缓解 它比毛巾好用很多 当时我妈给我的热毛巾 差点把我的皮肤都给烫伤 然后呢是防疫乳垫 防疫乳垫我推荐这一款 棉质的可以重复洗的 尼玛一次性的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用一次性的这种 皮肤会有些过敏 尤其是过夜代的时候 会有不舒服 我觉得这个棉质的话 就会舒服很多 然后的话是这个Gel Pad 如果你是第一次生孩子的话 你可能想象不到 胃膜乳是一件冻痛苦的事情 我当时肚乳头就整个破掉了 宝宝每次吸一下就是超级痛 而且穿衣服也是超级痛 那个摩擦伤口那种感觉 这个Gel Pad呢是你贴在上面 它有症痛的效果 我每次贴完它就才可以 就是好好睡一觉 不过不要害怕 这个疼痛大概持续个 一两个月就会消失 因为你那个时候麻木了 然后的话就是布奶内衣 这个Madella这款还是挺好用的 再然后的话就是哺乳内衣 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还要的话就是催奶茶和催奶饼干 吃的东西again就是你不知道 它到底用处多大 那个饼干的话是比较甜的 吃起来会有一些负罪感 还有的话就是Nipple Cream 这个的话也是保护你的乳头的 这个也是很必须的 一个是你可以涂在你自己身上 保护乳头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蹦奶的时候 你把它涂在那个圈圈的边上 你就可以防止摩擦的时候太疼 然后说一下你不用买的东西 Baby Lotion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三个月之前 甚至四五个月都不用买 因为你在Baby Welcome Box里面 在各大网站Target Walmart Amazon 这些都会送一堆 完全用不掉 刚收下的宝宝也不建议涂什么东西 安抚男子也是一样 会送一堆 然后枕头枕头是不要买的 首先一个RE是不推荐宝宝挣枕头的 其次一个是宝宝会睡觉时候会乱动 根本就挣不住 然后买枣的东西呢 一个是铺在地上给Baby玩的 G-Matt 太小的宝宝还不会玩 所以我买的有点枣 前面提到过的就是大的婴儿床 这个我们四个月就没睡过几天 然后还有就是宝宝吃饭的座椅 这个也不用着急买 我们也是生之前就直接买了 到现在还没有用 然后说说买失败的东西 一个是蝴蝶 试睡衣 这个东西很红 但是评价其实挺两极化 有的宝宝很喜欢 有的宝宝就是不喜欢 像我家宝宝就是 你给他一穿上的瞬间就哭 没办法 到现在这个新的还没有穿过 然后就是Nuna Leaf 这款摇摇椅 不推荐买 取而大 真的是我刚刚说到的Buncer 单音乐的或者是不单音乐的那种都可以 这个为什么不推荐呢 一个是它不是电动的 换两下它又自己停了 其次的话 它跟另外两款Buncer比的话 真的很重 不适合搬来搬去 像那两款Buncer 我们就是孩子睡在上面 直接搬 随便搬到哪里都可以 很方便 这个的话就很重 搬不起来 然后宝宝睡在上面 感觉也并没有说 能够让他更加的安稳 或少哭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除了颜值和它的品牌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还挺贵的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 放在那里堆东西了 要不抬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需要买 你大概买一个Pad就可以了 我们趁实到现在 随地随时都在换鸟布 就是没有说 一个固定的地方 因为大概已经摸清楚了 它什么时候会鸟 什么时候不会鸟 所以不会那么massy 大概就是这么些了 希望我们这个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 所有物品的链接 都会在下面的description里面 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评论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可以鼓励我 上更多新的视频 谢谢 拜拜